血型决定寿命 A型血60岁前或更易中风 医生给出明确的解释 在人生的浩瀚旅途中 健康犹如璀璨星辰 无疑构成了每个人生命中最珍贵且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然而 当疾病的阴影悄然降临 尤其是那些看似与日常无关却又难以捉摸的因素 如血型 被指与某些疾病风险相关联时 患者及其家属的心中难免泛起层层涟漪 恐惧与担忧如同乌原般笼罩心头 血型与健康一场科学与误解的对话 血型 这一字出生起便伴随我们的遗传标签 长久以来被赋予了诸多神秘色彩 关于血型与健康 从O型独享长寿之欲 到A型更易受疾病侵扰的论断纷繁复杂 众说纷纭 然而 科学告诉我们 血型与健康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 Obo血型系统深入探究红细胞膜上A B抗原的存缺状态 以此为依据 精确无误地将庞大的人类群体细化为A型 B型 AB型及O型 这四大独特且鲜明的血型类别 每一种血型背后都隐藏着独特的生理特征和潜在的疾病风险 A型血早发现中风的隐忧 近年来 关于A型血与中风风险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卓越研究团队 在Braxton D. Mitchell博士的卓越领导下 于国际知名期刊Neurology上荣耀地发布了期刊创性的 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科研成果 他们通过对近60万人的遗传与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A型血人群在60岁前患早发性中风的风险相对较高 这一非凡发现绝非凭空一侧 而是立足于浩瀚如海的数据支持之上 经由严谨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确凿结论 A型血个体为何更倾向于遭遇中风之鱼 其背后缘由何在 深入研究表明 A型血人群可能因体内特有的凝血因子活性及脂质代谢模式 异于其他血型 从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A型血人群显著特征在于其体内纤维蛋白源浓度偏高 此蛋白质虽对血液凝固至关重要 却也潜在地促进了血栓的形成过程 无形中加剧了罹患中风的风险 此外 A型血人群还可能面临更高的脂质代谢异常风险 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进一步加剧了中风的可能性 面对风险 我们该如何应对 1. 均衡饮食远离高风险食物 饮食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 对于A型血人群而言 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尤为重要 应提升饮食结构中蔬菜与水果的占比 并优选全穀物食品、低脂乳制品以及经受肉类作为日常膳食的组成部分 坚持这样的饮食模式能够维护血脂在正常水平 同时大幅度减少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病风险 2. 定期运动 保持健康体重 体育活动构建起一道坚实的防护网 其在防范疾病侵袭方面展现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关键作用 A型血人群应坚持定期进行体力活动 如散步、游泳或其自行车等 这些锻炼活动不仅促进了血液的顺畅流动 还降低了血液的粘稠状态 从而有效降低了血栓形成的潜在危险性 同时保持一个适宜的健康的体重水平 对于有效预防中风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是维护心脑血管健康的关键环节之一 严格控制血压与血糖水平在健康范围内 并定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管理潜在的健康风险 是预防多种疾病包括中风的重要策略 高血压与糖尿病作为两大隐形杀手 构成了中风发生的主要且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A型血人群应定期监测血压和血糖水平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进行控制 再者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乃是洞察潜在健康隐患 及时干预的关键途径之一 借助定期且全面的体检流程 我们能够早期侦测并妥善管理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健康问题 进而显著降低罹患中风的风险 4.戒烟限酒远离不良事好 吸烟行为和过度摄入酒精饮品 两者均被证实为显著提升中风发病风险的独立因素 对个体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针对A型血个体强烈建议其致力于戒除吸烟习惯 并严格把控酒精饮料的饮用量 以维护健康状态 对于吸烟者而言 应尽早下定决心果断戒烟 而对于研究者则需明智地限制每日酒精摄入量 建议不超过两杯以维护健康 采取这些举措不仅能有效减少中风的风险 还能显著提升个体的整体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血型之外 健康生活的全面考量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以良好的情绪状态面对生活的挑战与变迁 这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个体的情绪状态对其整体健康状况具有深远且不可忽视的影响 积极正面的情绪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 而消极情绪则可能加剧健康风险 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勇于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压力 这一态度对于降低患病几率 延长生命年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A型血人群虽然可能面临更高的中风风险 但他们的性格优势如自律性强 时间观念强等也可以成为他们应对疾病挑战的有利武器 2.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增强社会支持 人类作为社会性极强的生命体 其身心健康 深深依赖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网与稳固的社会支持体系 这两大要素构成了支撑个体福祉的坚固基石 与亲朋好友保持紧密的情感纽带 并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 是有效缓解心理压力 增进个人幸福感 提升整体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 这些正面的社会互动对于预防疾病 延长寿命同样具有重要意 血型与健康之间的关联 构成了一个既复杂又充满多样性的广泛讨论议题 尽管A型血个体在不如60岁之前 可能遭遇相对较高的中风风险 但这绝非宿命 预示着他们必然受到疾病的侵扰 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调控 与细致入微的健康管理策略 我们能够显著的减少患病可能性 借而促进健康长寿 提升生命质量 重要的是认识到血型 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 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全部命运 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生活 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健康吧